南京路这幢折中主义风格建筑在夜色中熠熠生辉 当年永安先师 欣欣大兴四大公司闻名全国 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三百多券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档案 揭示了这场商业奇迹背后的奥秘 郭氏至圣的法宝 是这份档案中的顾客至上 永安百货的布置周详体贴 进文具柜台的设计就可见其用心 当年的文具柜台相比其他柜台高出很多 顾客感到好奇 店员马上会说到 您在购笔试血时不必弯腰 只需挺胸垂目 一个细节足以打动人心 决定成败 当年永安百货用进口玻璃定制的十个巨大橱窗 将商品与艺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这是中国商场第一次 利用马路橱窗来展示商品 吸引客流 乔商 郭勒 郭权兄弟 是当年风靡上海滩的这场商业奇迹的缔造者之一 郭勒早年到澳大利亚做果园工人 1907年在香港创办永安公司 但上海一直是他的梦想之地 在他眼中 以上海位居世界四大都会之一 为我国对外贸易之总书 在中西商股竞争驰骋之所 于自不肯错过 永安百货开张当天 营业额高达一万八千元 是无潜力 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都是乡山人办的 上海的南京路的发达和四大公司 这些相关呢 我们讲十里洋厂 实际上十里洋厂 中国人有很大的贡献 你不能因为十里洋厂就想象 好像都是外国人成就了南京路 四大公司的建筑 你今天去看看 也是美能美患 并不落伍 我呢有一个观察 我是呢看 你到旧金山 到西雅图 到温哥华 你可以看到和上海同时期 发展的这些 现在的世界的大都市 大城市 他们的百货公司也都是有 1920年代 1930年代的百货公司大楼 这个就不及上海 桥商的 桥支的这个四大百货 而且沿着南京路 自东往西 一路排开 再加上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名牌店 从杭州搬来的张小泉的剪刀 从这个苏州进来的采自栽 各种各样的 中国的有实力的商人也都聚在南京路 那这个时候上海 还不说上海可以买到环球百货 所以上海真正的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城市 然而所有的斑斓 所有的时尚 所有的摩登 都是你一眼能忘到的 这座城市 还有它更深厚的 更积月的思想 艺术文化 并不是你可以常常一眼看见的 上海人际医院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1844年 它是基督教传教士 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医院 上世纪三十年代 这幢楼重建 但窗户的彩色玻璃上 仍然能折射出历史的信息 人际医院1846年 先到现在的位置 那时还是最后 只有一座平房的医馆 现在门诊楼的地方 是一座基督教堂 而另一边 综合楼的位置 则是一个印刷厂 它们分别是 上海租界内的第一座教堂 第一家西式医院 以及中国第一家近代印刷厂 它们都与一个叫 麦都斯的英国传教士有关 那个时候 这个地域因此被人称作 卖家圈 卖中戴眼镜穿西装的绅士 就是麦都斯 他身边的中国助手 叫朱德朗 他们的身后是一副对联 国家天下皆兄弟 东西两性统成群 鸦片战争后 洋人可以在上海等 五个通商口岸 自由出入和拘留 1843年 麦都斯来到上海 那年他47岁 为了传教 这个曾经的印刷厂学徒工 创办了一家书馆 墨海书馆 竟成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印刷所 也是第一家出版机构 这本出版于1874年的英国传教士传记中 出现有趣的一幕 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人 在操控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一部滚筒印刷机 而印刷机的动力源是一部耕牛 这并非画家贫困想象 而是曾经的真实存在 当年这一幕轰动上海 这就是中国近代出版印刷业的起步 当时就有诗人写了打油诗 最后一句是 不耕鹤龙 种书田 以铁制印书车床 长一丈数尺 广三持续 旁制有尺重轮二 一旁以二人私理印刷 用牛旋转推送出入 旋大空轴二 以皮条为直径 用以地尺 每转一过 则两面接印 甚简而塑 一日可印四万余指 墨海书馆的维列亚利 牛拉苏田的设计 怎么图纸 都是他做的 我们是从伦敦会的档案里面 从维列亚利的信里 把这个找到的 很难想象 竟是一头耕牛的猫声 奏响了近代中国西学启蒙的序曲 成 除 代数 微分 积分 细数 椭圆 曲线 轴线 这些今天的人们 耳熟能详的数学符号和术语 都是在墨海书馆 牛拉印刷机的轰鸣声中 来到中国 墨海书馆 聚集了伟列亚利 埃约瑟 王涛 李善兰等 近代中国西学东剑中 赫赫有名的人物 但麦都斯是上帝的仆人 为了传教 他甚至出版了 上海方言版的 约翰传福音书 今天早不见了 牛拉印刷机的痕迹 但麦都斯的影响 仍无处不在 麦都斯向欧洲人 深入地介绍 中国的历史与文明 是他最早向欧洲人 讲述中国人的 航海罗盘 印刷术 火药 后来宣教士 艾约瑟加入造纸术 四大发明说 由此形成 同时 他也向中国人证明 西方和中华帝国一样 拥有悠久灿烂的文化 来打破中国人 天朝上国 世界中心的陈见 与卖家圈相呼应 上海西南的徐家会 是另一个 吸血传播的重地 中国近代最早的图书馆 博物馆 神学院 出版社 天文台 气象台 地磁研究机构 都缘起于此 徐家会和土山湾地区 当时是不自觉地 引进了西方的文明 并不是为了要输入西方的 科学 文化 艺术 教育 但是当时是为了信仰 整个徐家会 土山湾地区是为了建立 一个天主教的艺术中心 也培养天主教的自身的人才 所以他们开始建立这样的机构 这座博物馆原本是土山湾孤儿院 土山湾位于徐家会南端的 赵家邦沿岸 清道光年间 因书郡河道堆逆成腹 积在湾处 由此得名 后来 法国传教士在这里创设孤儿院 开办工艺厂 土山湾它当时呢 是把世界上比较先进的 印刷技术给引进来 彩绘玻璃工厂呢 是第一个 把西方的彩绘玻璃这门技术 引进到的中国 是被称为中国彩绘玻璃的第一出品处 本是为孤儿设立的工厂 竟成了中国近代许多新工艺新技术的发源地 工艺厂以画馆最为有名 走出了刘德斋 周湘 徐永清 张冲仁一批艺术大师 也深深影响了刘海素 徐悲鸿等人 土山湾画馆更被徐悲鸿誉为 中国西洋画的摇篮 英文报纸 自灵细报的前身是 北华捷报 开始是本地的信息 但是不几年 马上就传播全球信息 当然主要是伦敦 纽约的 那后来也有 旧金山 西亚图 悉尼 这些都起来了以后 这些信息都会到上海 上海成为一个英文的出版中心 英文的信息传播中心 有一阵子 上海的自灵细报 是排位于伦敦的泰晤士报 和美国的纽约时报 之后的第三大的英文报纸 与自灵细报同一时期 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杂志 则是由广学会 在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 被称为 西学新知之总会 为当时的知识分子 了解西方所必读 深刻影响了 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 光绪曾令人 购回全套的万国公报 在严复翻译天眼论 法义原副之前 这些学说都曾在万国公报 格制汇编等出版物中 有过介绍 其中包括马克思学说 当时被译为安民心学 最最早向中国人介绍马克思 李天摩泰是第一个 1899年万国公报上的第121期 他就推荐 他说向大家介绍 说他是个百公领袖 所谓百公领袖 就是劳动人民的领袖 犹如水中滴进了一滴墨 从墨海书馆开始 上海就是这样成为 晚清西学输入中国的重地 撼动古老帝国的思想力量 从这里进入内陆 启蒙的意义当超上帝的福音 有一个中国人目睹了 牛拉印刷机的一幕 那就是中国近代西学东建文化启蒙的先行者 王涛 他出身苏州乡山之家 保读诗书 却屡试不定 由于父亲在墨海书馆兼职 王涛在1848年也进入墨海书馆 帮助传教士们润色 一稿翻译典籍 他就住在麦家圈 和麦都斯生活在一起 然后边上还有 爱约瑟 里亚格 这些都是著名的传教士 王涛与传教士们合议了 格制新学提纲 光学图说 众学浅说等都部西方书籍 内容涉及声光化电等多方面 在四书五经之外 打开了一个新奇的世界 年轻人不满足只传播西学 还向往出世兼济天下 太平均兴起后 王涛尚书江苏巡抚许友人 还有封江大力丁日昌 曾国藩李鸿章 策对天下大事 中国在 太平均兴起后问题没解决 西方的文明因美法 来到上海传到中国 它所带来的这个变化 是长久的 而且也是我们中国人 必须要面对的 王涛甚至说了这样的话 中国今天的问题是 三千年来没有碰到的 不是简单的就可以解决的 当然王涛也表白自己 只有我知道 你们都还睡着 都没觉醒啊 上书实陈大喊 1862年 王涛又化名向占据江南的太平均县签策 然而投书事发 他被蜻蜓缉拿 被迫流亡 经历数十国 往来七万里 一走就是22年 东西方的差异促他思考 当国人对西方上一知半解 他已站在著名的牛津大学的讲台上 抛析中西文化 对比如学于基督教的一同 事实 一堂听者 无不鼓掌倒足 同声称赞 强必为振 王涛将诗经 春秋 左传 礼记 周易 论语 孟子等 中国经典 一届到西方 他还在香港 创办了循环日报 以笔为号 鼓吹变法为新 兼重善意及大成 以自强之道也 这是第一张 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中文报纸 他由此被誉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 欧洲诸邦 土地不如中国 人民不如中国 然而能恨于天下者 在乎上下一心 君民共振 今我朝廷 成能与众民共振事 同优乐 并治天下 开诚布公 相见一天 彻唐连之高远 往电臂之尊严 除无畏之忌讳 1884年 56岁的王涛回到了上海 一年后 出任格志书院山长 格志书院 就是今天格志中学的前身 格志明清之计 国人对科学的称谓 格志书院 是中国教育史上 第一所专门研习 格志之学的教育机构 王涛在这里 度过了最后的十二年 他说 才有数等 有利才 有降才 有降才 有初始之才 有折冲欲武之才 有明体达用之才 有应急计辩之才 所以甄别人才者 一切专求于使用 格志书院招生 面向全国 凡聪幼文人 有志考求者 皆许来院西学 在他的治下 格志将西学的有用 与中国的急需结合 培养人才 搞实学教育 藏书楼对社会开放 鼓励阅读 格志书院 为徐寿 1874年创办 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现代科学家 这是上海开部十多年后 徐寿写给友人的信件 泛黄的信签 古雅的竖牌字体 谈的却是三角形 与光线折射的科学问题 写信时 徐寿还在无锡乡下 为生计奔波 种农一伤 在江南地区表现得不度数 还有一个所谓的奇迹影巧 也就是说 看不起那些手艺人 这个好像我们认为是 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征 其实在江南不是 江南文人 不是我们想象的 所谓的传统 我们太习惯于 好像中国是很守旧的 很必赛的 很排外的 这个在江南地区 是不适用的 徐寿无锡人 无锡为江南工商之城 多能工巧匠 受此影响 徐寿绍耗公斤之时 手制器械甚多 徐寿父子 是吧 到上海来 他实际上就很快地 接受了西方的 在中国的其他地区的 斯大夫认为奇迹影巧 不值一提的 那些西洋的科技 他们很快就 接受 而且很快就效仿 长洲无锡 有能工巧匠 但传统叫铜铁匠 非常精细的手工技艺 而这个传统在江南地区 是最深厚的 甚至在全世界也是很完整 两次鸦片战争后 为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兴起 1862年 因曾国藩赏识 博学多通的徐寿 进入安庆军械所 研制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 1866年 徐寿进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总理各项事务 那这些人呢 原来也是工匠 像徐寿啊 画横芳啊 徐建颖啊 他们其实当时算是工程师吧 中国可能是第一代的工程师 因为他们懂得数学 他们会做计算 也跟着传教师 跟着外国的顾问来学 然后呢 徐寿他们就到家乡去招工匠的话 招来的都是熟练工啊 这批工人后来叫 钱工啊 车工啊 报工啊 但是他们在老家就叫 铜匠铁匠 那这批人呢 就成为中国第一代的产业工人 1868年7月13日 徐寿主持制造的汇集号下水 船载重600吨 装有八门炮 这是中国第一艘大型名轮机器兵船 此后 有9艘千吨舰船 驶出江南制造局 镇守海江 就在汇集号下水的这一年 徐寿办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聘请华横芳 李善兰 以及苏格兰传教士 富兰雅等 翻译各类科学著作 近百中 在近代中国西学东建的启蒙中 这是和墨海书馆 广学会同等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 意诸数量之多 质量之高 为后世赞叹 徐寿和儿子徐建银 在这里工作了17年 专门翻译西方化学 蒸汽机方面的书籍 今天中学生们都熟悉的 化学元素周期表 最早就是徐寿和富兰雅翻译的 51个汉字中 有36个是他们创造出来的 他们这样解释造字的原则 取罗马字之首音 意义华字 首音不合则用次字 并加偏旁以别其类 70岁的徐大伟告诉我们 家族里一直流传的一个故事 他在放眼世界的 他觉得世界上面 其他国家都有船 我们刚刚造一条船 没什么稀奇的 他是这样想 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自己 黄帝受于我这个 赶紧把他在家里面 把他挂起来 从来没有 从来也不挂 有皇帝亲体匾额 在旁人眼中荣耀无上 在曾祖父心里则百味杂陈 徐寿的态度是 宁愿不挂 义不试人 他出身寒威 却不愿被称为将 毕生都在创造 但那是在向人家的文明学习 他始于这样的天下第一 徐寿和他的同道的努力 都是为让彼时的国人 看清自己的位置 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 在招商局门前的合影 他们只有十三四岁 这时上海开部三十年 他们由容宏带领 从上海出发赴美求学 留美幼童引发美国各界的关注 称他们是中国教育使团 今天耶鲁大学斯特林图书馆 有一尊荣红的铜像 纪念耶鲁历史上 这位来自中国的学子 他也是第一个 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人 但十年后计划就夭折了 1894年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中国战败 历时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 由此破产 国人追寻近现代化的努力 遭受挫折 中国面临空前的危机 1895年 康有为创办上海强学会 他写上海强学会章程 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 今考见万国强盛弱衰之谷 以求中国自强之学 次年 梁启超到上海主笔《食物报》 撰写了大量呼吁变法的文章 开创食物文体 今天一些习以为常的中文词汇 政治 哲学 民主 宪法 就是当年梁启超杰作 1898年 维新变法失败 1900年 庚子事变 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 受尽屈辱的中国人 更迫切地追寻旧国之道 从1909年开始 中国派出更款留学生 三批共183人 他们也是从上海登船 其中就有胡适 临行前 母亲写信告诉他 如当努力向上 以期将来回国 为国家有用之才 事实上 几乎与上海开步同时 新式教育的实践 就自发地分散地开始了 到19世纪末 上海至少已有47所新式学堂 其中有18所 为华人先决者开办 他既有官办的 也有民办的 也有中外合资的 也有教会办的 也有世俗外国人 外籍人士办的 就是方方面面的人 都在办学 包括同业工会 同乡团体 都在办学 办了很多很多的学校 基本上是全民办学 位于老城乡文庙边上的 梅西小学 诞生于1878年 是中国人创办的 第一所小学 建于1896年的南阳中学 为上海第一所新式中学 教学语言都用英语 包括中学 有很多中学 包括好的 普通中学 名利中学等等 都是直接用英语教材 不差的那个程度 不比现在差 1905年 费科举 兴学堂 但上海的新式教育 已有了近60年的时间 1906年 清廷第一次审定 初等小学教科书 暂定书目102种 书商出版的教科书 就有85种 商务印书馆 占了中国科教书出版业的 半壁江山 主持者是张元济 1898年以后 中国的士大夫明确地意识到 要改换成西学 要把传统的旧学换成西学 而这个时候教科书是最主要的 所以商务印书馆抓了那一波的英文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编的英汉字典 所以在英语的浪潮当中 他是占了先机的 张元济本是清末汉林 无需变法时 他曾向光绪敬言 兴办新式学堂 注重翻译 培养人才 但变法失败 他被革职永不续永 虎口余生的他 到了上海 竟加入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小印刷厂 就是后来有名的商务印书馆 于与约 吾辈当以辅助教育为己任 夏军诺志 夏军就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办者 夏瑞芳 张元济到商务印书馆后 全力投入的第一件事 就是编撰最新教科书 到了1905年费科举以后 尤其是到了辛亥革命以后 那大局已定 将来中国一定是现代化 一定是中西学术要交流 要交融 原来的旧的知识体系 肯定是要放弃的 这一套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叫最新教科书 张元济先生呢 那个时候是刚上任的商务印书馆 第一任的编译所所长 他觉得应该昌明教育 启发明智 曾寄望于变法图强的张元济 此时以商务印书馆为舞台 开始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 昌明教育 开启明智的事业 张元济说 中国四万万人口 只有四十万人受过教育 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学过几句八股文 对于应该知道的知识 几乎都没有学到 在当今那么发展的世界上 这样下去 我们的国家要亡 从1902年到1920年间 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书3522者 成了远东最大的出版公司 辛亥革命前后 商务印书馆的印书量 已占全国的五分之二 1915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科学月刊 这是留美学生 任洪俊 秉智 胡明复 赵元润 杨信佛等 在美国用省下来的饭钱 创办的一份杂志 他们中西兼续 特别是对中国进一步的 现代化发展的 特别有自己的深切的愿望 和有办法 所以他们又特别忘我 创刊号卷首申明 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直至 科学杂志 是比新青年更早的 新文化运动的先生 它是中国最早地 把文字版式从素排 改成横排的第一本杂志 而且它是最早地提出来 科学救国的发出声音的 后来他们发起成立 中国科学社 社农林 生物 化学 机械 电机 土木工程 采矿 物理数学等九国 任洪俊任社长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科学社 虽是一个综合性学术团体 但在很长的时间里 它成了中国科学事业 最权威的领导机构 科学社成员 都为中国现代科学奠基者 他们创办的名副图书馆 是中国第一座专业图书馆 我们不幸生在现在的中国 只可做点提倡和鼓吹科学研究的劳动 现在科学社的职员社员 不过是开路的小工 哪里配称科学家 中国的科学将来果能与西方并驾齐驱 造福人类 便是今日努力科学社的一般无名小工的报酬 1912年1月1日 上海又诞生了后来与商务印书馆齐名的中华书局 1926年 从商务印书馆跑出来的张希琛另立门户 这使福州路弄堂里又多了一家书局 开明书店 它比当初的商务印书馆或许更不起眼 但开明书店坚持进步 凝聚了诸多同路人 如叶盛桃 夏缅尊 周宇彤 丰子凯 郑振夺 赵景深 金仲华 郭绍瑜 犹如群星璀璨 开创了严谨认真出好书的开明风 开明书局的这些教授们 他们都是新史学堂出来的 像周宇彤先生是北师大毕业的 他已经具备了一些新的知识体系 所以他非常想把这些东西推广到社会上去 因此他们编的教材 他们出的专注中西文化汇通融合 已经是代表 即使后来在抗战流亡的路上 在敌机的大轰炸中 开明留给识人的印象是 用图纸出的书籍杂志都没有一个错字 后人评价开明的编辑 质朴 赌识 孜孜不倦从事学问的研究 把所得的点点滴滴都贡献给社会 替下一代青年开了先锋 开明书店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 实现他们共同的文化理想的同人出版社 福州路上海著名的文化节 书店林立 百年前这条路叫四马路 商务印书馆 开明书店 中华书局 新青年 生活 良友 等百余家书馆沿接而立 据统计 当时中国80%以上的著名书店 都集中在上海外滩著名的四马路 南北方向的两三个街区 与福州路交汇的山东中路 当年叫望平街 则是中国报业的朝圣之地 当时申报 新闻报 时务报都云集于此 见证了大上海的风云变换 而最初这里就是卖家圈 华文报业是英文的报业带动的 这个无论是书籍出版还是报纸出版都是如此 英文的报业 先有北华捷报 智林西报 然后这个系统当中出来了一批人 办一份华文报纸 中文读字 西北申报 申报一份不够 然后还有新闻报 当年申心二报占了全中国报刊市场的80% 1905年6月29日 前震诞学院全体干事 中国教员 全体学生 在上海时报的头版刊登声明 宣布建复旦工学 首任校长马向博 马向博江苏丹阳人 12岁到上海 他在徐家会土山湾 被培养成一名学贯中西 通晓天文数学 精通拉丁 希腊 法英 意大利等 八国文字的神父 1900年 他将3000亩田产 全部捐献给教会开中西大学堂 资助英俊子弟资福所不及 但教会办学并不积极 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心愿 成了一纸空文 马向博是当时中国少有的 学贯中西的人 时常有人叩门受学求教 康有为 梁启超 张元济 都曾前来求教 执弟子李 其中还有蔡元培 蔡元培是马向博回家兴学的那一年 被盛宣怀聘请担任 南洋工学特班总教系 每天清晨五点 他步行到土山湾马向博的寓所 如城门立雪 等马向博醒来 坐完晨岛 跟着老人学习拉丁文 拉丁文对于西方文化 就如同古汉语 同中国文化的关系 蔡元培在南洋工学特班中 挑选了24个学生 送到马向博门下 他们中有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元培 后世仰慕的红衣法师李淑同 清华首任教务长 数学教育家胡敦富 国民党元老邵立子等等 1903年 他在这座当年 徐家会天文台的旁边 建立了中国教育史上 完全现代意义的新型大学 震荡学院 这一年 马向博64岁 马向博确信 办教育 培养人 是医治愚昧 无知 落后和腐败的良方 教育是立国立人之本 不可一日获无者 他相继创办了复旦大学 辅仁大学 他主张有教无类 崇尚科学 注重文艺 不谈教理 提出教育自主 学术独立 思想自由 后来蔡元培出掌北京大学 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成为传颂至今的北大精神 追根溯源 与马向博的教育思想 不无关系 上海的高等教育 最基本的是 它的一个应用型的教育 但是这个城市教育 它还有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对通识教育 人文教育 它没有丢掉 它还是眼光看得很远的 它培养的应用性人才 它要有世界眼光的 它也要有人文关怀的 学校里面 对于中国文化没有丢掉 对于中西汇通没有丢掉 这里是当年圣约翰大学就职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圣约翰大学的学生 都要进中学斋和西学斋学习 中国学生是中学的基础比较深厚 而对西学是不知道 可能他会从ABC开始学起 那怎么办呢 就是在西学斋里面 一个学生你可以是一年级 在中学斋里面 你可能是两年级或者三年级 圣约翰大学的校长叫 补访济 他主持圣约翰大学53年之久 他非常关注并引导学生的创造能力 他说中国的学生非常的聪明 他们具有一种能力 我们教他们学的任何东西 他们很快就会学会 但是他们可能记忆性 这些方面比较把那个注意力 放在寄送上面 背诵上面 而对于一些理解 对于创造性的东西 相对来说不够关注 但是他说这个问题是产生在哪里呢 他觉得根源是在中国传统教育 那个方法不对 1879年 上海就有了亚洲最早的交响乐团 公共乐队 1919年 拼意大利钢琴家 梅百气任指挥 乐队第一次向中国观众演出 是1923年 乐队第一次演奏中国人的作品 是1930年 是黄自的作品 《怀旧》 《梅百气指挥》 而1938年 中国人第一次从观众席走到演奏席 他们是谭淑珍 黄怡君 陈又欣 徐威林 黄自毕业于耶鲁大学音乐学院 1929年回国 即到国立音乐院担任教务主任和作曲理论教授 这位年轻的教授 是在中国第一个系统引进西方音乐体系的人 黄自教导学生 中国的新音乐绝不是抄袭国外作品 它必须具有中华民族的血统与灵魂 而又有西洋作曲技术修养的作者创作出来 每次上课时 对同学作业的错误 他总是用商量的口气指出 你看这样改是否好一点 著名的音乐家贺路厅 丁善德 江定仙 刘雪安等 都是他的学生 黄自先生一辈子是为了 振兴我们的民族音乐 建立我们的民族新音乐 要让中国的音乐能够自立于世界之力 1932年 128松户战争爆发 英勇的十九陆军奋起抵抗 这一年 音乐家为中国写下了第一首抗战歌曲 《抗敌歌》 呼吁四万万同胞起来 做中华锦绣江山的主人翁 他说 为了整个民族的生存 把音乐变成武器 去武装千万个同胞 1938年 黄自先生患伤寒去世 年仅34岁 他到最后生病的时候 他是对医生说 你救救我 因为我有很多东西还没做完 非常可惜 国立音乐院和国立艺术院都是蔡元培创办 他们就是今天的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国美院 蔡元培提倡以美裕代宗教 今天中文里美裕这个词是他从德语翻译过来的 1912年 17岁的刘海素 与友人创办上海美专 这些艺术类的专门学校 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和当今中国的教育 上海美专他甚至于办到什么程度 他是一所私立学校 但是 这个教育部居然可以委托他 来为公立学校的师资来培养美学教习 非常有意思 就认可他的几个教学的质量成果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已是世界级的大都市 这里有与欧美同步的摩登 从欧洲的交响乐到美国的爵士乐 从好莱坞的电影到巴黎的歌舞 都在这里集聚交融 华阳杂储 东西交汇 构筑了多层次的城市景观 上海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文化消费市场 1896年 电影诞生的第二年 上海便有了第一次电影放映 实称西洋影戏 1908年 中国第一家营业性专业电影院 虹口大戏院落成 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 第一部有声电影 第一部彩色电影都诞生在上海 从大上海的石库门中 走出了赵丹 蝴蝶 阮陵域 周璇 一个个垂饭影史的名字 黄浦江水长流 码头上尽是过客和归人 郭沫若 玉达夫 徐志摩 叶盛陶 文一多 郑振多 毛顿 巴金 他们都是从这座码头走进大上海 净血风流 那时的上海 云集了近乎全中国的文化精英 1927年10月3日 自广州开来的轮船上 走下了鲁迅和徐广平 他刚辞去广州中山大学的教职 上海在他的计划中 只是一个中转站 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 此后何往毫无主意 或者先到上海再看 其次则你往南京不久留的 但不曾想 他生命的最后十年 都留在了这里 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脊梁 四个月前 胡适从美国回来 也是在这个码头踏足上海 北京他不敢回 因为曾经新青年的同仁李大钊 刚刚遇害 只得在上海落脚 在上海 胡适和徐志摩创办了新月杂志 出任了中国工学的校长 1927年兴风血雨 412大屠杀在这座城市上演 大屠杀的血色改变了一个叫周宇彤的年轻人 周宇彤是1919年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那个人 1921年他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辑教育杂志 1927年4月12日 文明党军队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 血行围捕 枪杀工人的一幕就发生在渣北他写字间的窗外 第二天雨 宝山路上血流飘落 每走一步都沾满了血水 周宇彤悲愤交集 又过了一天 周宇彤与郑振夺 张希琛 胡玉芝等 联名写信给蔡元培 吴志辉等国民党元老 革命可以不讲 主义可以不问 若弃正义人道而不顾 如此扎北之屠杀惨剧 则凡一切三民主义 共产主义 无政府主义 甚或帝国主义之信徒 皆当为之痛心 这个五四时期满怀革命浪漫主义的大学生 变了 他走入固执堆 批判国民党当局宣扬的 恐教救国和道头 他由此开创的经学史研究 开启了对漫长的中国专制社会所积淀的文化的清理 1936年1月 靠板税生活的鲁迅出巨资运行了 《凯随科勒惠之》版画选集 科勒惠之是德国版画家 他的画作照出穷人和平民的困苦和悲痛 他的那些表现母爱和牺牲的作品 是鲁迅最喜爱的 鲁迅在该书的版权页上写了这样两句话 有人翻印 《功德无量》 鲁迅以这样的胸襟传播文化 他办木课讲习会 自己做翻译 所有杂物都自己做 培养了很多青年版画家 鲁迅去世后 他倡导的版画 在抗战苦难的岁月里 感染和鼓舞了无数识字不识字的中国人 鲁迅被誉为新文学开山 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特性 他的一生创作了三十四篇小说 二十四篇散文诗 偏偏不同 几乎涵盖了今天所有的小说流派 而上海十年 他留下一生最辉煌的文字 鲁迅杂文 对人性的揭示是他的文明批评 对丑恶的揭示是他的社会批评 鲁迅以此画出国民的魂力 接触病苦引起疗旧的注意 这仍是他为争取社会进步的努力 1901年鲁迅从上海东渡日本 在日本他看到了灾难中麻木的中国人 作为一个弱国的子民 他切身感受到这个野蛮凶悍的世界先进文明 对贫弱中国的巨大冲击 于是弃衣从文 在东京的黑屋里苦读三年 终于他认定中国的进步在于人的进步 1907年发出的利人的呼唤 成为他一生前行的目标 他说 人历而后凡事举 利人是鲁迅文学的价值所在 他说 我的第一要助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在上海鲁迅不再担任公职教职 而是专门从事创作 而培养青年接待他们的来访 回复他们的来信 教改一稿 指导创作 联系出版 占去了他日常生活的大半 据统计 他一生写了近七千封信 其中半数以上 都是写给一些素不相识的青年们 冯雪峰 吴峰 柔石 萧军 萧红 丁陵 黄元 赖少奇 欧阳山 曹白 草明等 都亲临过他的教会 人们常用平生风仪兼师友 来描写鲁迅与青年的关系 鲁迅的晚年 常为中国失去大批优秀青年哀痛 柔石遇害 鲁迅想写一点关于他的文章 然而他不能 最终他挑选了科勒会之名作 《牺牲》 刊登在北斗上 画的是一个母亲悲哀地 献出他的儿子 鲁迅说 这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纪念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点25分 鲁迅逝世 在这座城市他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安家生子 并留下了刀锋般闪亮的文字 飞鸟般自由的思想 鲁迅在最后四世前一年还讲了一句很少能感动的话 他说 无从的远方 无数的人 都与我相关 你看他讲了这么一句话 讲得真好 温柔 灯厚 又温暖 鲁迅去世这一年 已是全面抗战前夕 一本小册子 在国人中间流传开来 小册子很薄 不到五万字 记述了中国古代 十四个杀身成人 舍身取义的侠义故事 小册子取名中华民族的人格 编写者张元济 置身如此事态和时韵 张元济是异常沉痛地关切着民族的去路 他曾经对中国自晚清以来的那一种新教育 他有一个痛切的反省 他就觉得新教育之所以没有起到真正的一种效果 就是新教育 大家都注意到新 事实上没有注意到人格 他这个人格 事实上 这个养成画面 事实上比较失败 张元济将这种只注重新知识 而将人格的扶植 德行的酝养 都放在脑后的新教育 斥为顽固的教育 傀儡的教育和亡国的教育 抗战胜利时 张元济再为此书提词 孔子替 孔子曰杀身成人 所谓人者 即人格也 生命可制 而人格不可施 在那样一个年代里 鲁迅的杂纹 玉达夫的陈林 矛盾的子叶 八斤的家 下眼的上海屋檐下包身宫 田汉的话剧《明幽之死》 以及电影《大陆》 《余光曲》 《陶礼节》 《十字街头》 《马路天使》等等 这些深入关切民众疾苦之作 几乎都诞生于上海 在中国文化史上 一一闪光 就是这样 在东西交汇中 在风云变幻中 也在苦难和抗争中 这座城市 拥有了一种 刚见雄厚的文化 只是它因负重而深沉 不如十里扬场的浮华那样 耀眼炫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